跳啊 冲啊 不論是旋轉棒棒糖 球球泳池區或是旋轉椰子樹 以及繽紛氣球屋 小朋友都玩到熱翻天 不但可以交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玩 家長們更是安心和開心 給予一個大大的讚 因為就是基隆經常下雨 那戶外可以跑的地方真的很少 但如果不下雨當然就很多適合 但下雨的話這裡就很適合給孩子放電 那一般親子館的話 它當然也是很好的 只是說小孩子放電的場域不是很適合 因為裡面不能跑步 在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 以及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和各區議員們等人一起揭牌下 位在信義區公所五樓 全市第一座算是公司協力 由企業贊助設備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主導 委託基隆市紳士協會管理的 室內兒童樂園 在兒童節前夕正式啟用 全程免費 因此開幕第一天 就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六歲以下孩子前往遊玩 孩子們玩到開心到不行 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地方是我們基隆的孩子專有的一個場域跟場所 那第二點就是這個地方是室內的 所以一年全天候可以開放 那秋冬的時候 我想我們在座都是學齡左右的爸爸 都可以感受到冬天比較沒有辦法帶孩子在基隆到處遊玩 所以希望大家一年四季但尤其是秋冬英語綿綿的時候可以多加利用 那第三呢我們希望孩子在玩的時候 基本上大人都應該要在這個場域來盡量的陪伴 請不要把小孩放在這邊然後跑到新衣市場買菜 把小孩放空然後回來再看我的小孩在不在 這樣子不可以我們有一個入園的規定 那我想我們未來各區也會逐步的大概都已經在開始規劃 聽說下一個是其賭區啊 不知道人愛區什麼時候有啊 還是暖暖區 新衣區對不對 我們希望每一個區都有一個空間可以讓小朋友來玩樂 那我想家長也放心 那我想市長也特別重視鵝友的環境 他剛剛在支持的時候還特別講說這個螺絲怎麼鎖 也是專業的人來設計 那我們現在又謝謝紳士協會來維管 那可以讓市政府省去非常多的人力 那未來希望各區都有也實際上傳達市政府想表達的幸福城市的價值 我想這個在市長他們現在正在體驗 實現當中 那我們基隆市議會 雖然作為監督的單位 但是對基隆市政有幫助的市政建設 我想我們都會全力來支持 然後來服務的我們最可愛的兒童 所以他是跨世代的共融 然後呢我們也會有很多特教學生 跟我們一般的孩子們 可以在這個場域裡面 毫無隔閡的共融玩在一起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生命教育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呢 是讓所有的親子他不會依賴太多的平板教育 而是讓孩子們他們玩的權利 健康成長的權利能夠在這個空間裡面來實現 讓孩子們平安健康跟家長親子有一個很好共融的場域 所以這是一個實現共融和跨世代 以及親子玩樂的好地方 讓大家可以身心靈平安幸福的成長 這也是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給市民朋友承諾的百日政績之一 特別受到信義區市議員的肯定 我也希望就是市長能夠朝著一區一特色 室內兒童樂園的方向 讓我們七個行政區都會有一個室內的樂園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基隆是一個多餘的一個城市 為了讓家長放心 市長用心 小朋友開心 所以說讓我們共創有愛的城市 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感謝市長的得證 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在為我們的年輕的爸爸們在設想 另外我們所了解的話 有些民眾在反映說7到12歲的小朋友的室內遊樂場的空間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相信市政府這邊也會多加把勁 然後來努力為大家來去做一個調整的因應 信義區室內兒童樂園開館時間為每個禮拜三到禮拜天 早上10點到下午4點 每天分三個場次 每個場次一個半小時 入館上限為40組 每組是一名6歲以下 身高128公分以下的兒童 以及一名照顧者 提供線上預約系統 歡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 但是這次親民及兒童節連假沒有開放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